我们回到刚才所讲的南瓜蔬菜泥 因为五谷杂粮 我们刚才提到了加腰果加低瓜 然后什么叫全餐 我们靠五谷杂粮 配上我们的南瓜蔬菜泥 南瓜蔬菜泥面成分是南瓜200克 然后呢小黄瓜一条 是利尿的 我们接下来呢 芹菜一株 小芹菜用一株 一株就长 红萝卜六公分长 补学的 高丽菜三片叶子是抗癌的 马铃薯放一个增加元气的 海带用干的那种海带 大概五六公分长 两寸长 改善酸性体质的 香菇给它放两朵 增加免疫系统的 豆腐放一块一百克 能够改善我们的蛋白质 我们以上所讲的这个 南瓜 小黄瓜 然后呢 红萝卜 小芹菜 高丽菜 马铃薯 海带 香菇 豆腐 全部加水加一倍到两倍 一碗的菜就加一碗的水 电锅煮熟以后呢 再用果汁一打一打 盛泥了 它就是南瓜蔬菜泥了 你说好不好吃 有南瓜在里头你放心 一定好吃 没有调味料的 我们把刚才五谷腰果 滴瓜奶加上南瓜蔬菜泥 这个喝一碗 五谷腰果 滴瓜奶 再喝一碗南瓜蔬菜泥 搞定了 营养一百分了 对不对 你今天煮一大锅 未必你吃得完 然后呢 我们吃盛了 把冰箱冷藏 到了午餐 加热就行了 到了晚餐 加热就行了 也就午餐晚餐 别下厨了 你下厨变轻松了 对不对 不仅我们能够达到 身体改善的目的 而且除完事情 变简单了 不是吗 它叫做一个轻食 轻重的轻 轻食啊 不仅你今天 除完事情变简单 你走路都轻飘飘的 你吃得太油腻啊 你走路是沉重的 你很清楚知道 身体在改善了 你自己很清楚的 这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外加一个番茄 为什么吃番茄 有些人跟我抬杠 我老师说 番茄不可以生吃啊 他是网络上看到的 我说番茄 你假设加热加点油 它全是吸收率高 这是对的 但是呢 经过高温之后呢 里面的酵素不见了 酵素怕高温 维他命C也不见了 也是怕高温 维他命B也不见了 也是怕高温 酵素维他命CB 通通不见了 这是他的缺点 固然全是吸收率高了 但是呢 你生吃 当然全是吸收率 没那么高 但酵素维他命CB 全保留了 生吃熟吃多行 看你目的在哪里 是不是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我们在一三五的时候呢 就是五谷要过地瓜来吃一碗 南瓜树在你吃一碗 番茄吃一个 三餐吃一样 你把它当作一个养生的方案来做 就搞定了 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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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